新竹湖口鄉最近發生兩起隨機傷害案件 經過警方調查都是同一名男子所為 這名男子15號因為情緒較不穩 拿鐵棍攻擊女騎士 昨天她又拿著鐵棍到處擾民 警方獲報之後協同消防人員 和男子的家屬破門將人逮捕 並協助強制縱移 大批警銷人員拿著破壞工具破門而入 一對多的場面男子情緒激動想掙脫 傻窄的空間內眾人一陣推擠 敲打聲玻璃碎裂聲此起彼落 警銷人員如此大陣仗圍捕 就是因為這名男子在當地屢次犯下 隨機攻擊事件 回到15號 洪姓男子手持鐵棍在新竹虎口鄉勝利路二段 無故攻擊女騎士造成她右胸和左手臂受傷 事隔兩天17號時男子又帶著鐵棍 到處敲打附近鄰居住家鐵門 讓居民們人心惶惶 原警當天立即將人逮捕 並強制送醫 男子擾民傷害他人的行為 涉及毀損傷害等罪嫌 當地居民就怕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 全案將在原警偵辦後 很請地檢署偵辦 不讓民眾再擔心受怕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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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